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君王中 很多都是世界有名的 像汉朝 唐朝 周边的小国 特别的仰慕 纷纷派使臣前来和谈 希望得到中国的庇护 在发生灾难的时候 中国可以伸出援主之手 奈何中国斩仇换代速度太快 各小国也是不停的嗜好 在清朝有个小国想要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被不可一世的乾隆给拒绝了 而且是果断拒绝 还说了各种边境的话 其实乾隆是看不起这个小国 没想到的是 百年之后 主动归还中国施快领土 哈萨克汉国就是被乾隆拒绝的国家 因为想要投奔中国不成 之后的历程 有些坎坷波折 哈萨克本是我国西域领土 在蒙古国瓦解之后 独立了出去 归属到了韩国 随后又脱离了出去 这才形成了哈萨克汉国 因为内部矛盾的关系 之后又被划分为两块 一块归属清朝 一块归属沙德 此国的历程 是不是很坎坷 这还没有完 俄国发生革命性动乱 此国又自己独立了 看来也是有些实力的 后成为苏联的同盟 为了表示诚意 苏联把从中国夺来的一部分领土给了哈萨克 可惜的是 苏联很快地解析 哈萨克一不小心继承了很多苏联土地 其中包括很多曾经中国的领土 哈萨克汉国也算是因获得福 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既人类下和独立 忠于真正的独立 还意外得到很多领土 让此国成为唯一没有侵略中国 却有很多中国领土的国家 在中国建国之后 哈萨克竟然出乎意料地 主动归还中国十块领土 总面积达1248平方公里 对于历史问题 此国看得透彻 说什么都要归还 说要尊重历史 本就是中 国的领土 如此善良的国家 还真是少见 轻松到手的领土 就这样归还了中国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好啊 好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